即使宋朝他扭曲了儒家 把儒家變成了徹底儒化百姓的工具 花了很多的精力 去強調自己是漢旁政統 是民族主義政權 實際上 就是偽民族主義政權 如果我是宋朝人 我一定罵那些姓趙的趙家人 滾回青藏高原去 我是民族主義分子 我肯定是支持統一的 但是我不想讓中共統一 如果真的讓中共統一了臺灣 很快就會再次分裂的 所以必須先要整合大陸這邊 臺灣到時候是順水推舟的事情 根本不是問題 我先讀一下維基百科 好 北宋歷代皇帝一直希望收復燕云十六州 同樣希望收復 且浩蕩喜功的宋徽宗與青年結盟 為收復燕云十六州 宋金兩國結成海上之盟 協議金公寮國的中金 而宋公寮的燕金 事成之後燕云十六州歸宋 宋就將本來送給寮的稅壁送給金 而寮的其餘國土 就歸金 後來呢 金兵攻破了寮的中金 而宋朝的二十萬大軍大敗 這個燕金後來就打完中金之後 金就去打了燕金 這個寮國皇帝被俘了就滅亡了 這個金滅寮之意嚴重暴露了宋軍的戰鬥力虛弱 國庫空虛 然後宋朝就要求青年履行這個盟約嘛 交回燕云十六州 那這個今年是怎麼反應呢 老宋你在搞三小 你是不是要跟鳥暗算我 後來我差點被被金包包夾 幸好我打贏了你這個廢物 我宋堅持和平合作 希望金國兌現諾言 你要是不對現諾言 我就嚴厲譴責你們 我把你們想的太好了 這些話是宣傳的了 就是跟內宣了 背地裡就是莊孫子送一大堆錢給金國 維持統治的合法性對不對 後來就用了更多的錢 贖回了七州空城 為什麼是空城 就是金把年輕的人口和值錢的東西物資 全都轉移到金國去了 如果沒有殺掉剩下的老弱病殘 這些老弱病殘跟宋朝的飛舞們 肯定會痛哭流涕 感動的不行 昌天啊大地啊 宋徽宗英明神武 簡直像當年的唐太宗一樣威武 簡直是五百年一遇的救世主啊 我們的好日子就要到了 接下來的事情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三年不到金國就入侵宋朝 馬上發生了這個靖康之變 這個靖康祠 這個由魏雪 陳子恨何時滅 靖康之難發生在什麼時候 發生在這個北宋啊 末年的時候啊 那時候呢 北宋道屬第二皇帝叫宋徽宗 人稱藝術家皇帝啊 那他被金國給嚇到了 他怕當亡國之君啊 所以呢就當了太上皇啊 把他傳給太子啊 視為宋親中 那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什麼啊 這個靖康之難啊 或叫靖康之恥啊 就是為什麼很恥呢 第一個啊 北宋幾乎所有皇族啊 通通被抓走 但因為這個牽涉到北宋一個邏輯啊 因為北宋怕 就是因為北宋前面是五代嘛 那五代竟然發生就是這個凡王化變啊 或者是就是出兵之後呢 回來就說他稱帝啊 就反叛啊 創位的狀況 所以基本上啊 把這個強幹弱茲嘛 把士兵收攏啊 把這個軍隊收攏在這個中央 這一部分啊 另外一部分就是把皇族呢 也高度集中在首都汴京 就人稱現在開封府啊 就那個包青天的駐地 那這個一抓啊 全部都抓走 這只有一個人漏勾了 誰呢 宋高宗 宋高宗叫趙垢 當時呢 這個他叫康王嘛 他就去南邊呢 這個 這個就算是出差吧 那剛好沒被抓到 那沒被抓到呢 可是問題是連他自己的 據說他自己也有一些 這個七小啊 那也一起都被抓走 這些人被抓走 抓去哪裡呢 後來就抓到五國城 那五國城在非常非常北方 大概在今天內蒙古境內啦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一些 隨行被抓去的女眷 下場非常的慘 大部分呢 都是 有很多被打入晚一局 晚一局是官妓院 官方的妓院 那還有很多就被許配給其他 這些經國的將領 皇族宗族當小妾 然後呢 這個啊 這個 甚至出現過 宋高宗的媽媽 帶這個 因為他是 宋高宗的媽媽其實是 宋徽宗的一個妾 這甚至被經國人給強暴 強暴之後呢 也不算強暴是許配出去啦 然後就還有生孩子 像這樣子 這非常死路的事情 這個宋史在後來在撰寫的時候 實在是太難太難 寫這個歷史 寫的我覺得也是斑斑血淚啦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以上這個補充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燕云十六州 只是宋朝要維護統治的一個面子罷了 收回來這些空城 就沒有讓宋朝強大起來 他把所有的精兵分配成禁軍 變成了這個禁軍 調到河南開封府 這些禁軍不在邊疆戰鬥 迅速就會腐化 除了開封府以外的領土 被侵略了啊 就用錢去解決 反正我大把的錢 大把的旅人啊 你們經國不是很牛逼嗎 你這些勇士戰士 你一個月才挣幾百塊 你拼什麼命啊 來來來 我大送大把黃金 大把旅人 這是宋朝的一個統治邏輯 這是他國家的一個性質 即使宋朝他扭曲了儒家 把儒家變成了徹底 儒化百姓的工具 花了很多的精力 去強調自己是漢唐政統 是民族主義政權 實際上 就是偽民族主義政權 是立向民族主義政權 送的這個政權性質 就是在危害國家利益 危害民族利益的 如果我是宋朝人 我一定罵那些姓趙的趙家人 滾回青藏高原去 你們這些沙陀人 在這禍國殃民 看看中共收回澳門 香港之後的中國 是個什麼樣子 難道拿回來的不是空城嗎 對大陸人民更好了嗎 中共花了非常大的代價去統戰 實際上讓大陸人更加吃虧了 比如說澳門那50多萬人 是使用了我們14億人的賭博收益 去統戰他們的 而且這些讓利的大頭 還要美國人拿去了 你們就很多人 包括我剛剛肯定大陸所有人都不知道 現在在澳門賺錢最多的 是美國的資本家 他們比何家賺的更多 一個正常的國家 正常的民族是怎麼樣的呢 有一定利用的產業 是稅收的穩定支柱 就比如說我去年在實習有交稅 然後稅務局給我看401K的報告 就是那退休金的信息 我的退休金收益 是來自拉斯維加斯的什麼機構 正常國家是應該這樣子的 不是像澳門現在這樣子搞 然後再說說香港 這樣八彎區的利用大頭 居然不交稅給中央 還統戰搞成這樣子 就民心都分裂了 就統戰不會搞 利利的中國人的利 就把大把的讓出去 給外國資本跟香港大資本家 你們想想一下 如果紐約不交稅給美國 這還叫美國嗎 就這樣就已經這樣子了 大陸讓利這麼多 也堵不住外國勢力 對中國的侵害 這就跟送稅幣是換不來和平 是一個道理 如果真的讓中共統一的臺灣 很快就會再次分裂的 所以必須先要整合大陸這邊 臺灣到時候是順水推舟的事情 根本不是問題 打個比方要不是晚清民國跟中共攬著 廣東沿海的民兵早就收復香港了 根本不是問題 廣東人不可能打不過香港的 在廣東的地方 對吧 當年晚清是不是把廣東給割出去了 然後廣東人誓死不讓英國人進城 然後鬥爭之後把洋行十三行全都燒掉了 然後洋人建在廣州占不到便宜 才去長三角那邊開租界的 廣東人不可能打不過英國人的 是晚清民國攬著的 我是民族主義分子 我肯定是支持統一的 但是我不想讓中共統 我怕這些大陸陽明會會遭受到 這個健康支持一樣的苦難 你別看現在中國外匯很夠 跟臺灣保證說和平統一安了安了 老知道把錢 實際上中共手上的那些美金能不能用得去 不是完全看美國的臉色嗎 你這些美金不用來花在老闆信身上 你這些外匯花不出去 還在那裡拼命賺外匯 你不休生養息富國強兵 一半的生產力都用來給金國服務 一大堆物資都給了金國跟金國的跟班 然後跟老百姓說安了安了 那些蠻夷不敢打我們的 是我給他們飯吃 沒有我們大宋他們飯都吃不上 他們早就產業空心化了 我大宋天下無敵 這就是中共現在對外對內的宣傳的套路 我補充一下 我補充幾個歷史的點 第一個宋朝 就是所謂的用經濟來維持和平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有一點錯誤的印象 其實宋朝還是能打的 只是他沒有外擴能力 但他沒有外擴能力跟他在基礎國策有關係 原因是因為他這個在之前有五代 五代常常發生就是叛變 不管是邊疆的叛變 因為這個格局不是從五代開始 這個格局是從安死之外就開始了 安死之外之後整個繁政割據的狀況 就越來越嚴重了 而且從北方慢慢擴急到南方 所以到最後唐朝就是無地可割 所以就最後整個朝廷就只能依附在 這個所謂的軍閥身上 所以最後才被朱文串堂 所以宋朝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就用強幹弱茲的方法 強幹弱茲有一個特點就是說 除了把軍隊收到中央之外 另外就是以文人領政 文人領政跟武人領政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文人領政穩扎穩打他可以 可是你要讓他引兵作戰功成略地 這個畢竟文人他在戰略上行 但在戰術上面就沒有武人這樣子實戰的經驗 所以宋朝打誰有一點心得了 打西夏 當時西夏在哪裡呢 西夏是由黨向人所建立起來 在甘肅今天寧夏這一帶 這個地方他跟西夏是打的有來有回 可是跟遼國他其實維持長長百年的和平 為什麼呢 雖然在宋初的時候 在真宗時代有時候打過一場譚冤之母 但是譚冤之母也是因為當時的宰相扣准 力勸真宗清真 把遼國一直給頂回去了 頂回去之後才有和平 因為宋朝來算一算 我每年你遼國充買那麼多東西 我給你一點錢 就平衡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遼國只是單方面不斷地跟宋 宋朝買物資的話 那必然因為產生狀況 遼國只要空虛 就會發動傳統遊牧民族的技能 就是要來中原略絕一下 因為他就是一個經濟不平衡的狀態 所以宋朝人其實他知道這個樣子 所以宋朝人跟漢朝人還不一樣 漢朝人是和親你知道嗎 和親是把自己的老婆小孩都賣出去了 把自己 當然後面他很多和親 可能不是皇帝的女兒 他們用中式的女兒 或者是找一些宮女之類的 比如說像王昭君 他就不是姓劉 但是他也嫁到蒙古去 嫁到匈奴去了 所以宋朝人寧願花錢 錢是錯東西 為什麼 因為文人沒那麼貪財 所以文人對錢來講 那是餓賭物那一些東西 所以我把錢花出去 我把錢花出去 但是我人格是保存聖結的 我一個都不跟你和親 我一個都不要跟你 所以潦草 宋寮百年之月 基本上沒有發生什麼戰爭 而且宋朝除了在曾宗 在這個檀元之盟 把他頂回去的時候 這個其實早期的時候 也因為宋太祖其實也是能爭善戰的 還有在前面後桌也很能爭善戰 他事實上燕雲十六桌也拿了一部分回來 所以建立了所謂的山關 瓦橋關這些地方 燕雲十六桌一部分拿回來 在這邊設了所謂的三個關口 把基本上限制在這個位置上 雖然這個地方沒有太多的天險可守 但基本上還是限制在燕山這一線上下這裡 這樣子勉強就把他頂在那邊 所以說宋朝雖然武功不正 是指他外擴不強 可是你說自守有沒有是有的 那當然換回來講說 你說這個女征跟北宋 女征跟北宋這個狀況又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到了宋朝末年了 你面對一個心生活蹦亂跳的女征 那當然他的這個符球的狀況 因為宋朝的問題是 因為他內部是安逸的 所以他邊區西夏跟北邊跟南邊 這個大理什麼 多少都有一些邊境的摩擦 那個叫定元政治 用現代講法 可是整體來說內部相對安逸 所以安逸的狀況就會出現 這個社會就內卷 內卷就出現新舊黨征 就是爭奪的很厲害 宋朝人家要統計 這個宋朝曾經出現過一整屆 好幾屆的近視 沒有半個可以當到宰相 就等於說我們全部同學都是當不上去 為什麼 因為內卷一個宰相都當好久 王安時當多久宰相 歐陽修當多久宰相 所以宋朝的問題把它比例成今天 我覺得不太合理 第二個我補充一個是 廣東有沒有所謂的租界呢 其實是有的 新界就是一個標準的租界 因為我已經有香港 英國人想說我有香港 然後我後來又拿到新界了 其實他去其他地方發展租界 或是其他地方發展司令 那是更好的 因為英國人其實對於領土的想法 他不是說 他有些地方他喜歡站起來當殖民地 但是有些地方他會用不同的策略 因為英國的殖民策略 或者是這種帝國主義策略 是非常非常靈活的 不像美國人 美國人就是一套打到底 他就喜歡搞這種類殖民地的 次殖民地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有些不一樣 這兩點歷史 給你做一點補充 那你一樣不一樣同宋是一個偽民族主義政權 其實宋朝不能說偽民族主義 對你講這個我再講一個 就是說理學拿來如意人民這件事 我覺得反而是相反 宋朝正是因為要重建儒學 為什麼要重建儒學呢 因為要重建倫理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主要問題是在唐朝之後 唐朝之後基本上儒家就慢慢衰敗 那這個儒家的衰敗這個呈現在為什麼 因為唐朝是階級制社會 可是儒家其實是有教無類的 因才是要儒家是重視人本價值的 從漢朝呢 漢朝還沒那麼嚴重 漢朝還少年 從少年到了魏晉南北朝的九品觀人法 到了唐代的這個明經跟禁士科 尤其明經科根本就實實在在的就是什麼 就是上等人 但是為什麼宋朝要重建這個儒學 重建這個理學 很大原因是因為要重新把倫理給制定下來 因為這個是穩定社會基礎結構的關鍵 而且宋代用儒學去發展一個東西 就是宗族 這個宗族對整個中國後面的發展非常的重要 中國是用一個非常非常小的一個政府 去統治整個龐大的帝國 我們不要忘了到明代的時候 整個明朝的人口據說1.5億 1億到1.5億 宋代極盛時期搞不好1億 然後到了這個什麼 到了清代的時候有4億5千萬了 4萬5千萬了 就是說為什麼這麼多人 可是官員比例很低 原因是因為中國有強大的宗族 而這個宗族需要倫理去所謂的抓籠 而這個抓籠有一個好處 就是中國的富裔跟搖裔相對是比較輕的 所以中國的農民起義 通常是發生在皇朝末年的時候 因為太多征法 而導致不斷的加響加響再加響 因為你征法沒軍費 沒軍費就跟老百姓去科 可是在長年時期的時候 大部分時候他的富裔是輕的 所以這個就是中國跟其他世界的文明不一樣的地方 他的特色在於說 他有很發達的中央政府的組織 可是在地方組織上面基本上只看三個人 對不對 這個縣衙門就是縣太爺 有沒有就是縣長 另外一個是軍事的話一個警察長 然後再帶一個所謂蟲官這樣子 大概其他地方的都是用師爺 用衙門的這一些仆裔 這是作為他們基層的公園 這些公園又跟地方是很密切的 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他的官員就很少 他用很小的官員體制去養 去統治一個很大的帝國 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的這個結構我覺得是不太一樣 所以你剛才說這個儒家在那邊是奴役人民 我覺得反而倒過來 應該是說儒家是讓整個社會得以安定的基礎 所以才需要發展新儒學 就是理學的這個出現 還有講師